1937年,钱源出生在英国纽津 望着可爱的女儿,钱中书高兴地说 远远是我毕生的杰作 杨将曾经问过自己的丈夫,要不要再生一个 钱中书回答,不要了 我不想把自己的爱分割给第二个孩子 我要全部留给他 父亲血管中西,母亲才华横溢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的钱源 就比其他孩子聪明灵动许多 早年童年时,钱源就开始阅读四大古典名著 和父母回老家无息时 钱源对爷爷的问话对打如流 钱老夫子一时间大为惊喜 胡家读书种子,为贱如一灵耳 虽如此,父母并没有教管他 每当他遇到问题时 钱中书就让他自己查 一本书上查不到就去查第二本 直到自己找到答案为止 这也让钱源养成了认真学习 严谨求证的好习惯 那时候,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 钱源总会安静乖巧地坐在母亲杨将的身边 不管是借书还是阅读 他都静静地跟着母亲 还体贴地帮母亲把书中叠着的纸张裁开 但是一回到家里 钱源就会和自己的父亲打闹在一起 他戏称父亲是自己的哥们 父亲就在他的脸上画胡子 还给钱源起了许多绰号 逗得钱源追着他闹 也惹来母亲的彭夫大笑 到了晚上 他们一家三口都坐在西式餐桌上 一盏灯,三落书,满屋爱 人世间所有的结局 都不会是童话里的故事 钱源的不幸从他的第一次婚姻开始 凭着自己的才学 钱源考入了自己喜爱的北京师范大学 因为喜欢画画 钱源和其他几位同学 组成了一个美术小组 其中就有来自历史系的王德一 王德一很有才华 也朴实热心 慢慢地两个人就开始恋爱 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顺利 一切都水到渠成 最终结为人生伴侣 钱中出夫妇很喜欢王德一 杨将曾经对自己的丈夫说 王德一和善忠后 阿源和他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闲暇时 杨将还亲自给王德一礼发 然而 这段幸福的婚姻 却仅仅维持了半年 在那个特殊时期 王德一也不幸落难 性格刚烈的他 最终选择了自杀 清风冷雨中 钱源站在丈夫自尽的楼下 头顶上方 还挂着一条刺眼的条幅 仰头看着眼前的一切 钱源一句话也没有说 后来 他搬出了教师集体宿舍 回到了自己父母的家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 外表柔作的他 默默承受着 清晰而下的暴风骤雨 之后好几年 钱源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 直到1974年 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杨伟成 杨伟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备专家 钱源走进他的家庭时 他的儿子已经18岁 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天下寂寞都不好当 可是钱源和杨伟成的两个孩子 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的妓子和妓女都很爱他 钱源去世后 两个孩子还和大家一起 写了一部书 《我们的钱源》 怀念自己与母亲相处的 二十几年的时光 这一切的怀念 都源于钱源的博爱和善良 钱源并不擅长做饭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每到周六 钱源就会到登市口 给孩子们买来各种美食 因为他流过学 知道西式点心很可口 所以就经常想办法给孩子们 买当时很罕见的西式点心 我们都盼望着周六 母亲总会在很晚的时候回来 一开门 就会一边道歉 一边大包小包 拿进来好吃的 为了给我们买这些食品 母亲要多坐好几站公交 还要走很长的路 妓子杨洪健这样回忆道 为了和孩子们有共同语言 钱源就和两个孩子 讨论电视剧的情节 由于他没有时间看电视 就想了一个办法 提前看电视报 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讨论 为了成为一位好继母 钱源努力争取着 妓子杨建宏的成长 离不开钱源的良苦用心 他是一个体育生 枯燥的体育运动 让他心生厌倦 于是就想到了学习英语 刚从英国回来的钱源 就成了他的专属老师 钱源把所有的耐心 都留给了自己的妓子 他毫不保留地 交给杨洪健所有的知识 不知不觉中 钱源成了杨洪健的依靠 直到现在 每当遇到什么难题 杨洪健仍然习惯地说着 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让文者为之动容 没有谁能比自己的父母 更了解自己的孩子了 在钱源温润如玉的外表下 钱钟书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 远远的钢墙像进了他的外公 书香门第的出身 淡泊名利的父母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 钱源不争不强的从容里 却有着自己内心的坚守 他开创了我国英语教学上的文学体 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经读课本 其主审负责人就是钱源 当时为了确保做到零误差 他一字一句地反复审阅 很多书页上都还保留着他当时工作时 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 为了躲避课堂上的枯燥 钱源就到图书馆一本书一本书的翻阅 努力找到更多的精彩句子 然后运用到课堂上 让自己的课堂教学变得更有趣 一生没有声誉的他 爱生如此 每天无论回来多晚 只要有学生电话打来 他总会不厌其烦 耐心解答 从不厌倦 他的温和与谦逊 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和怀念 在钱源离世八年后 他的一位事业有成的学生 重新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 直接捐款一百万港币 用意设立了钱源教育基金 虽然老师不在了 但是作为他的学生 他却选择为老师钟爱的教育事业 尽一份绵薄之力 用意怀念自己的恩师 这一举动也恰恰说明了 钱源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师 杨将曾经说 阿源的志向就是想做一名好教师 当上教师的兼兵 确实 在教学生涯里 他用尽全力鞠躬尽瘁 学校对他的评价是 他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 他的责任性是百分之二百 对待学生的论文 他往往是严格审查 再开始修改 最后要求学生重做 当时的校园 外国专家的话 很少有人敢去质疑 但是 钱源在自己负责的 中英英语教学项目上 却对权威不合理的方法 做了否定 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 还列举大量资料作为论据 最后赢得了专家们的认可和赞赏 当时 学校的人手不够 他这个博导除了教授研究生课外 还要担任本科生教学 家里距离学校远 来往不方便 就把课程安排在一上午 连着四节课 让他非常紧张 有时候 上班高峰 交通堵车 他就早起早走 有一次 匆匆到校后 才发现 自己脚下的鞋子 竟然一黑一黄 在工作上 钱源像一只 上进发挑的机器 已经松不下来了 有一次 母亲杨将小心地问他 可以偷一块懒吗 钱源直接答道 不能 即便是钢铁做成的机器 也会因为过度疲劳发生断裂 世间好物不兼劳 采云易散流离脆 1996年春天 钱源清早起来 竟然无法坐起来了 他瞒着自己的母亲 悄悄打电话到学校外语系求助 送到医院后 才发现是骨结核 复查时 又发现肺部有问题 最后 在专家会诊后 确诊为肺癌晚期 已经病入高荒了 1997年 病床上的钱源握着妈妈的手 他对杨将说 妈 我累了 想睡觉了 杨将点点头 为自己的女儿 咽了咽被子 轻声说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在母亲的身边 59岁的钱源 赫然尝试 杨将在回忆中 这么描述自己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 只会心上流泪 心给捅了一下 站出一个血泡 就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钱源的一个学生 曾经对他说 老师 世界在宇宙中太微小了 人更渺小 比皮肤强不了多少 钱源微笑着对他说 人其实很了不起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在书香经论中 成长了钱源 虽然没有父母那样的 成就和盛名 却以兴求学 淡薄名利 一生至诚至真 短暂却明亮 走在清华大学的校园 仿佛听到了 曾经的阿园 清脆的笑声 那时候 小阿园正仰起头来 稚气地对父亲说 是我先认识妈妈的 我一生下来 就能看到妈妈了 你是长大后 才认识妈妈的 有种三十入 都没有 你 这种 我一生下来 感谢观看